2019年8月至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当地西贤新区空港新城 抵章街道延村发掘了一座带有四个天井和前后砖炫墓室的大型唐代墓葬 出土墓制证实,墓主是唐太平公主第一任驸马薛绍 12月17日,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薛绍墓系斜坡墓道多天井和小刊的双式砖炫墓 由封土、斜坡墓道、四个天井、四个过洞、六个壁堪、前后涌道和前后墓室等部分组成 墓葬内出土的文物是120余建筑 它包括彩绘陶涌以及石门、墓制 还有一些石制的以前墓前面树立的石刻的一些残建 考古人员发现,涌道和墓室已完全毁坏 仅于部分砖铺地和石棺床 天井和前墓室填土中出土了石人头 望柱顶摩尼珠残建 表明墓葬地表原有神道和石刻 此墓被二次扰动过 薛绍墓有可能也存在被毁的这种现象 因为发掘的时候,后墓室和后涌道铺地砖完全被接起 墙壁和顶部都已经完全坍塌了 在距离底部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层很厚的碎砖层,分布的非常均匀 这些迹象都表明,这个墓葬可能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人为破坏 而不是盗墓这种简单的行为能造成的这种破坏 所以说这个墓葬有可能当时也被毁过 薛绍与太平公主所生次子薛崇俭墓 第二女万全县主薛世墓也在当地 万全县主墓系太平公主亲自主持安葬 其规格、形制与薛绍墓基本一致 以薛绍正三品执事官的身份,不够使用双式专选墓 万全县主薛世墓和昭蓉上官时墓同一年下葬 且身份都是正二品,但后者只使用了单式专选墓 双式墓在我们唐代的考古史上发现的也比较少 而且双式墓它所代表的墓主人的等级身份非常的高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适用的对象 那么以薛绍为代表的这一类墓葬 它所适用的对象就是唐代的这些 在武则田时代冤死的这些皇亲国戚 身份非常高的这些皇亲国戚 为他们建立这种超越规制的双式墓葬 其实就是为了表达一种政治的选择性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本集完 本集完 感谢观看